一開始的時候我們的陳曉隊長 他就跟我們的親子通報說化學物質外洩 所以說他們也要進去做查看 查看了以後就發現裡面的煙變濃了變大了 所以說他就趕快做一個撤出 因為同仁他一開始在看到人的時候 他就認為說裡面應該是有所謂的過氧化物 那當然讓我們知道他本來就知道說他是不能用水去滅亡 所以說我們本來就沒有打算用水去滅亡 所以說我們想要去收集所謂的鋼粉滅亡器 然後想要去進行做一個滅亡的動作 這就可以說是化學物質外洩可能是起火的原因 是這樣 應該說不能排除 所以化學物質是液態還是氣態還是液態的 它裡面的 據廠方他們說 它裡面的東西也有很多 也有粉滅 然後當然也有環境有這樣子的一個物質 所以說 我也不敢 我們目前也不敢確定說 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 導致目前今天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這個東西還給我 是不是在那裡 你不是在那裡 那你是不是在那裡 你是不是在那裡 那你一定是在那裡